我们先来讲一个概念叫做演算法 演算法呢就是解决问题的方式 而它是由一个一个的步骤组合而成的 例如我们想要来查字典好了 有不同的方式可以找到我们要的字 我们可以把字典拿来一页一页的翻 直到翻到我们要的字所在的那一页为止 但通常我们不是这样查字典的 因为字典是有经过排序的 像是英文字典就是按照ABC这样排下去对吧 所以呢我们会先随便翻到一页看看那一页有什么字 然后呢去比较我们要的那个字的字首 是在这一页之前还是之后 假装是在之后 那我们就再往后随便翻到中间某一页 然后重复这样的步骤 直到我们找到目标为止 我刚刚讲的两种查字典的方式 就是为达成找到我们要的字的这个目标 而有的不同处理方式 在电脑程式中 问题其实相当于我们的input输入 经过了演算法我们可以得到output输出 但是要如何让电脑理解演算法呢 那就是要将演算法写成电脑看得懂的电脑语言 然后就可以让电脑来执行咯 所以我们知道 演算法跟最后实作出来的程式 电脑语言 是有关联但是不一样的东西 而解决问题的办法可能有千千百百种 有些好有些坏 演算法也是如此 好的演算法呢 异于了解 异于编写程式 也异于运行 要评估演算法的好坏有两个面向 第一个是空间 好的演算法可能在记忆体上比较节省 第二个是时间 也就是演算法的效率问题 一般而言我们较为关注演算法的执行时间 因为在生活中真的运行的程式中 要处理的常常是非常庞大的资料 当输入资料量很大的话 可想而知效率当然就非常的重要对吧 刚刚说我们很重视执行时间的问题 也就是每一个演算法 其实都有自己的时间复杂度 我们想要的就是比较这个时间复杂度的差异 那先回到其实点来思考一下 若要衡量效率 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计算程式的运作时间呢 首先第一个很直观的 就是可以在程式里加入个计时器嘛 像上面这个程式一样 引入了time之后呢 这里是我们的起始时间 接着我们运作程式 最后相减得到这个时间差 这样就可以知道运作时间多久了嘛 那我们来想一下这可能有什么问题 我们在这里是真的跑一次程式来得到实际的时间对吧 所以我们的执行时间跟电脑设备也有关系 就算是一模一样的程式 电脑不同执行时间当然可能有差异 同时呢 在输入量很小的时候 电脑执行速度时间差可能是非常非常小的 根本没有办法比较 而且我们这种方法一次只能记录一种input的时间 如果想要测试不同的input的时间的话 那必然要让程式跑很多次 每次都按马表 这样很麻烦 所以呢我们来想想看有没有其他的衡量方法呢 如果我们想要撇除硬体设备的干扰 也就是不能看十字印度的时间 那我们可以可能就会想到那从程式码下手好了 所以呢第二个方法就是数程式里面的步骤数 假设每一个步骤都是耗费一个时间单位 那步骤数越多当然就是代表耗费时间越长对吧 那我们先来看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例如要怎么数这张图里面的宝石呢 最常见的方法当然就是用数数的方式嘛 例如我们一颗一颗宝石来数 首先呢起始为0 当数到一颗就加回这个n里面 最后程式跑出来的n就会是数量了嘛 让我们来看看在这个数的过程里 到底有几个步骤数了几次 像这样就是1 2 3 4 5 6 7 8 9 共数了9次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数的过程是程式的回圈 那就是跑了9个步骤这么多 但是同一根数数的方法有没有其他数法呢 有些人可能习惯两个两个一起数对吧 那就会变成2 4 6 8 两个的部分数了4次 但是别忘了最后落单的一个也要数 所以呢一个的数了一次 整体而言数数的部分就跑了5次这么多 当然也有人会三个三个一起数 四个四个一起数 画面中的宝石很多的时候 可想而知越多个一数 应该是越节省步骤数的嘛 这样似乎代表了时间花的比较少 效率好像变高了 但是别忘了我们想要比较的是演算法的效率 而不是实际做成程式之后的效率哦 我们比较的应该在这个演算法的层面 所以说算步骤数这个方向是对了 步骤数越多执行起来的时间就越多 但是我们要在演算法的时候来做比较 同时呢 现实生活中的程式当然不会只有数数这样简单 我们该怎么数才好 才不用像我刚刚介绍的那样一圈加一次 一圈加一次这样很麻烦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来介绍一个常用的时间复杂度表示法 可以解决掉我们刚才的所有问题 我们再来重新釐清一下我们的目标好了 首先我们要评估的是演算法本身 无关执行的电脑设备也无关最终写出来的程式 我们要评估的就是演算法本身的时间复杂度 同时呢 我们的重点还有要了解当资料量慢慢变大的时候 演算法的表现怎么样 这个趋势如何 这样才可以比较哪一种演算法 在面对真正庞大问题的时候 有比较好的解决效率 所以呢 接下来我们就介绍这个Big O表示法 它是用来评估 当输入为N时 也就是我们跳脱输入值真的是什么 而纵观所有的输入值 且忽略掉不重要的部分之后 执行时间在最差的情况下的成长趋势 画底线的部分是几个重点 我们等一下会说明 但是极为粗略的说 就是演算法在所有输入值状况下的时间成长趋势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了解画底线这些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做不重要的部分跟最差情况呢 那要讲这个我们要先来想一下 影响演算法表现的因素有什么 首先第一个是输入资料的状态 这是一个在大L list中找到E这个元素的程式 使用的方法就是在这个for回圈里 一个接一个去比较L里面的项目 I跟E有没有吻合对吧 没有的话 没有吻合的话就跳下一个 这样 那最好最好也就是所花的时间最少的可能性是什么 当然就是当E排在L的第一位 for回圈跑第一次的时候就找到他了 而平均的可能性就是刚好E在L的一半 那最差的状况是什么呢 不是排在最后一位哦 是E根本不在L里面 如果L里面假装有100个数好了 那这个回圈就是搜寻了100次 也都还没有找到E的身影 这就是程式可能运作到的最惨的状况 所以说相同大小不同输入值可能会造成 演算法的执行时间不同 那我们通常要比较效率的时候就要采用这种最惨的状况来做衡量 那另一个影响演算法的重要因素也当然就是输入的大小对不对 刚刚也有提到L多大 最坏情况就要跑的次数就多大对吧 从这个程式看来回圈是影响时间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前后这些像什么return的步骤啊都没有回圈来的重要 虽然他们也会花费时间 但是只要我们想象输入的list非常非常的大 这个回圈里面跑的次数非常的多 那其他的这些零碎的小复仇 花费的时间就相对的非常小了 而且小到我们可以直接忽略他们 所以呢总结来说 一个回圈我们就简单记录成一个n 这个演算法的时间复杂度 我们就以大On来表示 好那我们刚刚讲到审去不重要项目 我们现在来看看实际上的操作会是如何 如果得到了输入值n跟时间关系的多项时之后 我们可以直接审去首项系数以及低阶项 只留下影响最大的东西 也就是最高阶项 就是我们的时间复杂度BigO啦 而常见的时间复杂度 就是像这个表所呈现的 接着我们就可以来比较时间复杂度 哪一种是比较理想的演算法呢 如果我们来实际计算不同的时间复杂度 在n成长时时间的成长比例是多少 我们可以得到像这样的一个表 像是第一个时间成长它根本和n没有关系吧 输入无论是多少 运算的时间都是一样的 那我们看到最后一个n在次方的时候 也就是以指数关系成长的状态 我们可以发现当n来到1000的时候 花费时间就已经爆炸成一个天文数字了 可见这个是非常不适合处理大型资料的 如果画成趋势图就更好比较啦 横轴是资料量n的大小 纵轴可以说是执行部数 也就是代表了时间耗费量的比例 可以看到的是有些是稳定时间增加 有些是在一定的量之后暴增的 那像这种log的就还不错 时间最后是趋缓的 这样就可以应付庞大的资料了 这种适合的比例